林口区公所跟华山基金会共同合作 邀请区内的独居老人 来到林口的金汤匙餐厅 举办了岁末围炉餐会 而在餐会之前 醒无志工还特别 透过简单的游戏 来带领长者们一起动一动 林口区公所与华山基金会合作 邀请区内独居长者 在林口金汤匙餐厅 办理岁末围炉餐会 区长朱思荣 里长联谊会会长张文清 及区内多位议员 都指派代表前来向长者致意 活动前由邀请无志工团队 带领长者玩游戏 透过简单的游戏 带动长者们把手脚动一动 让长者们都很开心 今天是林口区独居长辈的年终尾牙 那我们的学生呢 今天是来到这边 来跟银法主长辈 来做一个互动的游戏 那我们特别准备了一个 折叠式的投篮机 那希望说银法主长辈 透过这个活动 他可以达到身心健康 一起来在这个活动场合 一起来活动活动 今天是一年一度的 我们独居长者的围炉的活动 那我们每一年呢 我们都会邀请我们 林口区内的独居长者 在睡末的时候 一起来聚餐 让他们也有过年 过节快乐的气氛 当天公所还准备了红包 发送给前来参加的长者们 同时也准备了过节的物资赠送给他们 让他们能够开心过个好年 使他们感受到各界的关怀 并且留下美好的回忆 景吴的世代志工 包括我们地方的立员女生合唱团 包括我们地方贝斯特的音乐工作室 还有很多的团体 包括菜家排骨饭 这样子煮等等的三星的店家 还有地方三星的人士 都有协助赞助我们的表演活动 以及独居长者的物资 希望呢 在我们林口区内的独居长者 也能够感受到大家 满满的祝福以及温暖 林口区长朱思荣表示 由于华山基金会的爱心付出 让这个围炉活动可以持续多年不间断 未来希望各界继续支持 让这个活动持续举办下去 永江乐记者林口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李宗盛